假设我们开机选单要改 我们使用的是GRUB这支程式 GrabCaster这支 这时候需要管理者的密码 接下来他会把我们的开机的选项把它载入 你可以适时的调整 比方说这边选项有好几个 如果你不需要的话 像记忆体测试你不需要的话你可以把它移除 这记忆体的测试不要 那我们就剩下开机两个 本来开机有三个选单的 我们剩下两个,四个我们剩下两个 然后如果顺序要改 也可以按用这个来调换 这个来调换,那移除 然后在一般设定里面 开机要几秒 你也可以赶 像我这边为了加快 我们那个选单我就不要让他等 就直接进来 在外观设定 这边有一些可以设定 字形大小你可以设定 这字形大小 你嫌他的字太小 你可以放大 然后字放大的时候 他会出现一个这样子 警告讯息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最后你只要把它存起来 这样就可以完成开机选单的修改 那从开机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你改的 改完的选单就会生效 这是开机选单 如果你真的有必要修改的话 你可以使用我们的 Grab.cluster Mizer 这一支层次